哇 我要宣布我徹底地 我想像這款可以令你眼前一亮的面膜 它原來跟很多大牌子的護膚品 都是用到二零酵母 將頭轉過90度 就會看到有膚面膜那邊 在水讓度發光 而毛孔都因為喝爆水 所以變得更加細緻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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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早上的7點鐘 我是完全沒開聲的 昨天我就有一條片要交first cut 所以搞得也挺晚的 但是我沒有一些扭計 所以昨天的我又要講功課 又要照顧女兒 我睡了應該三四個小時 護膚簡直一件很奢侈的事 我對上一次塗護膚滾在臉上 應該是24小時之前 我今天起床就只是洗了臉 連我平時教大家一定要塗的防曬 我也有時間塗 很明顯可以看到 膚色是比較不均勻的 其實因為這陣子天氣都比較乾 我眼底有些小乾紋 毛孔方面也是因為缺水 其實比較鬆弛擴張一點 所以現在整體的膚房 差又不算是很差 可以接受 但是比起之前 也有很明顯的分別 所以今天這條片 我就想記錄一下 作為一個新手的媽媽 全職的youtuber 究竟怎麼可以把24小時 當作48小時 如果超過24小時 都沒有塗護膚品的皮膚 就剛巧可以來做這個 一天不護膚的極限挑戰 講起護膚品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梳妝台上面 現在服役中的平平冠冠 可以看到 其實我愛用的牌子裡面 有不少 性壓比很高的開價牌子 但是同時 也有一些專櫃的品牌 其實對我來說 護膚品最重要的 反而不是牌不牌子 是不是專櫃 而是裡面的有效成分 究竟是不是可以 真的在我皮膚上 做到一個肉眼可見的改變 而我現在皮膚 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生了BB之後 其實休息的時間 真的變得很少 皮膚狀態 也很容易變得不穩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近年來有很多大牌子 是很喜歡用到一個成分 而這個成分 就是叫做 二烈酵母 可能你會問 為什麼二烈酵母 會感受這些大牌的護膚牌子 青萊 就是因為它幾乎是一個 全能的護膚成分 它的功能是包括 保濕所需 提升彈性 強化我們肌膚的屏障等等 在短時間內 就可以令你的皮膚 有起死回生效果的護膚品 就一定是 敷面膜 而我在最近這麼忙碌 沒有時間的 生活裡面經常性 拿機上陣的情況之下 就試了兩款新的產品 我要宣佈我徹底地 另外上了這一款 可以令你眼前一亮的面膜 它們就是來自 萬壽雷敦的 酵素面膜 如果當初在這麼多 試用產品裡面 留意到這款面膜 因為我在 披露中看到 它原來和很多 大牌子的護膚品 都是用到二烈酵母 可以看到 這兩款面膜 都添加了99% 很高純度二烈酵母的成分 可以很有效 修復皮膚的屏障 代謝我們的角質 打開肌膚的通道 同時也可以適合很多種 美容的養分 例如是胺基酸 敷了一塊含有二烈酵母的面膜 其實它的功效 是等於敷很多 一塊普通的保濕面膜 現在在韓國 就入了冬天 真的超級乾 我講到現在 我的臉快要裂開了 所以早上沒有時間 護膚又拿了一些照片的時候 我很喜歡敷這一款 Honey蜂蜜保濕舒緩 酵素面膜 幫皮膚打底 裡面是添加了 蜜蘿卡蜂蜜 安基酸 還有一些礦物質成分 可以幫我本身 超級乾乾到 有一點癢癢養的皮膚 做到一個 即時的舒緩和保濕效果 而剛剛講到那一位 熱烈酵母的成分 除了它本身的護膚效果 當它遇到其他美容成分 例如蜜蘿卡蜂蜜 是可以令成分架吸收 放大護膚效果 令到我們的皮膚 可以更加有效吸收到 裡面的營養精華 沒有敷面膜的半邊面 其實還可以有什麼期望 皮膚當然是暗沉 膚色會有不均 中頭轉過90度 就會看到有敷面膜那邊 在水讓度發光 而毛孔 都因為飲爆水 所以變得更加細緻 再用手感受一下膚質 會發現真的比敷面膜之前 彈暖 細緻和充滿水分很多 敷完面膜之後 皮膚真的舒服了很多 現在整個水潤 提亮 膚色都沒有那麼暗沉 那如果那一陣子真的臭女 或者做事經常吃 熬夜睡得很少很少的話 外面色會變得又黃又暗的 這個時候我會敷這一款 藍色的 三茶花亮白淨化酵素面膜 因為它的亮白提亮效果是超級明顯 如果你那天起床 覺得自己嘩 臉王氣沖天 好建議敷這一塊 來急救暗網肌 它裡面添加了 韓國純淨的 山茶花和滑鼠溶精華 可以促進我們臉部的微循環 做到保濕亮白 亂敷淨化無孔 而這款山茶花酵素面膜 和剛剛敷物面膜是一樣 裡面都是有超級厲害的二烈酵膜 可以把這款Mask的保濕提亮功效 再放大多好幾倍 敷完之後 真的會有一種眼神一亮的感覺 唉 生完萌萌之後 我做黃臉婆的時間就多了 今天既然敷了Mask 皮膚狀態都不錯 我想來一個眼前一亮的transformation 就算我沒有地方去 我也是一個埋頭剪片和臭女的youtuber 加新手媽媽 我都希望可以有一個精緻的妝容 穿自己喜歡穿的衣服 用一個最好的面貌和狀態 去完成我每一天都會完成的責任和工作 做得漂亮一漂亮 還是要臭女的 今天夢夢呢 心情一般 我現在睡了 媽媽的剪片時間 通常餵奶的時候 小巴西有空的話 她也會幫我餵的 因為我洗碗也是容易擄損 然後腰圈的部分 生完寶寶之後 其實還是在修復當中 她會很開心 吃起來 這很像我的小時候 我喜歡吃 我可不可以吃 你很喜歡吃 其實只要是餵奶時間 我們兩個人都會在 因為一個餵奶 另一個是要拿毛巾 幫你準備奶 拿奶嘴 有些副葬的角色是要做的 一起餵奶 不單是跟嬰兒相處的時間 也是跟你的伴侶相處的時間 是很好的家庭時間 現在我剪片也剪到一個段落 其實也有很多朋友問我 關嬰兒時間管理的問題 尤其是我現在有生了BB 家裡有一個很生生的人仔 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精力去照顧 為什麼去兼顧工作和育熱呢 我一開始也很掙扎很辛苦 因為想什麼都做得100%那麼好 以前我可以這麼快這麼快 出片 這麼快交到片 我現在遲了的話 會不會很不開心 或者某某某有些需要 因為做事延遲了 我也會覺得很內疚 但是去到後來 就知道排信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的信位就是 某某先走 所以去到我生完BB之後 我想經常找我合作的客戶 應該都明顯感覺到 所以Lizzi Daily好像沒有以前這麼快 或者這麼拼命 其實都是拼命的 拼命的生活 就不只是拼命的工作 以前的我 星期六日都是計努力日的 所以如果我答應七天交片 就會計努力日 但是現在的Lizzi Daily 星期六日是不計努力日的 所以我完成一個項目 需要的時間比以前多了 可能客人都會覺得 你以前很麻煩 明明很快可以交到 我現在的剪片時間 通常都會在晚上7時之後 因為其實7時之後 某某就開始深層睡眠 到翌日的8時 你中間只要餵奶就可以了 但是日間的時候 我真的主要是要照顧 可能可以on and off 做一點點事情 看回女兒那天有什麼情況 變成我公司的同事 經常都會在清晨 可能六七點鐘 收到一些工作相關的訊息 或者是凌晨 無緣無故交功課 第二就是 我每一天都會寫下 究竟我當日要完成什麼 我就會真的每一天都List 在我的NotePad上 去調整究竟我那天要幾點起床 如果真的太多事情做的話 就搞鬧鐘早點起床 這樣就多人幾個小時做事 第三就是 就是運用一些垃圾時間 垃圾時間 譬如我坐在副駕駛位的時間 小巴士開車 我通常坐在旁邊都在那裡 督電話 看無聊東西 Online shopping 視乎車程 有時候真的都要半個小時 九個字 例如是我等一些片 Export的時候 通常Export一條片 都要大半個小時 其實這段時間 是可以完成一些 不用很focus的小task 例如在生活上去買grosserie 最後time management上面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拔到你的帳筋 如果每天的task排得太膚 太不見實 你會有很大的挫敗感 就是覺得 什麼事情做都做不完 是不是很垃圾呢 還有真的要 預留時間給自己 休息 休息時間 就不說你應該做事的時候 就去休息 就是你計劃的時候 分一段休息時間給自己 或者留一些走斬位 讓自己可以靈活地用 狀態好一點就做多些事情 狀態不好 就攤口一下 被人召喚了胃奶 通常如果我胃奶 就不會化妝 你沒有什麼 因為我會控臉上去的 但是剛剛拍影片 小巴西又在外面放著 文道跟他一起散步 所以就要大農莊地 來為萌萌 我現在是超級急了 我整個下午就是 拍片剪片 照顧寶寶 然後有公司的事務 這個什麼? 什麼? 什麼? 這個層樓太高了嗎? 怎麼你還沒到這裡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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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 我們一起去 來這裡 全家庭 你覺得是很可愛嗎 你覺得韓國語是很可愛嗎? 之後要在哪裡都要懂廣東話 知道嗎 看起來很奇怪 全面膜 我還在養了孩子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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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這個 喔 一家四口 我們買餐時間 我們常常下午日我們吃的東西 全部都是住家飯 就是意義幫忙做的 所以比較接近食物語言 還有有營養一點 我們就很少叫我買的 星期日至星期五 今天我們吃牛 時間管理 其中一個人 邊吃飯 邊工作 我們洗澡時間 水溫要18度 你可以停止吃你的餅嗎? 你的嘴巴會變得太瘋了 女兒口大是窮 因為你女兒 你嘴巴太大 你會吃太多 你會吃太多 所以你的嘴巴會變壞 好嗎? 我真的要注意 我沒有試過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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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愛吃太多 你像一個小姐 在一個小姐 是啊 她一直看著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現在有時間去 晚上8點38分 我已經熟睡了 終於是媽媽的自由時間 自由時間就是說要做事 手尾 戴妝時間比較長的話 其實我都會敷一個清潔的面膜 清潔毛孔裡面的污垢 這款是萬壽雷敦的竹炭毛孔潔淨酵素面膜 這款面膜一擦上面 其實你馬上會感覺到 那個質地很滑 很容易就擦得均勻 裡面是有竹炭和日本的稻米酵素成分 這兩個成分其實都會幫到皮膚打開毛孔 幫它做深層清潔 尤其是我長期戴妝 或者出入一些比較大層 骯髒的地方 晚上下完妝 我都很喜歡敷這個竹炭酵素面膜 我幫皮膚做個大素材 沒那麼容易床溫立足 我現在完全是整個包大人的樣子 洗完臉真的覺得毛孔立即乾淨了很多 但是乾淨得來是不會慢慢的 再一次很感謝馬修雷敦寄這個產品給我試用 試用完效果是真的令我有一種眼前一亮的感覺 現在我做了人媽媽 但是同時都還有一份全時間我自己很喜歡的工作做 所以這兩款這麼方便這麼有效 在短短10分鐘就可以拯救我敷放的酵素面膜 是真的夠重我一命 如果你的生活和我一樣都是這麼忙 護膚時間不多 但又不甘心要做黃麵婆 不妨試一下這兩款馬修雷敦的酵素面膜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